我老君 刘亦军第一次出海钓鱼就满载而跪 还精准打在了黄老师上班的名场面 我是看一次就要不厚道的下一次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光磊 刘亦军 海青 梅亭主演 张伟国的夏天 AKA 大远种和他的老忽悠师兄 讲述了关于我奶奶其实是我爷爷这件事 关于我大嫂推了我老爸骨灰这件事 关于书圈天才过气了这件事 他为什么在C位 他 张伟国 老婆一年早逝 他现在上有老下有小 早餐有饼煎饼小包子 晚饭无菜一趟加饺子 不仅厨艺好 还天生就是唱京剧的料 从小就连童子宫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京剧团一线 是鼎鼎大名的 后期后期 休道剧就说休道剧 还后期 他看着普通 却坐用一套北京二环内200多瓶的四合院 家里随意摆放的瓷马 据专家鉴定 是老佛爷用过的真品 最少值两个饮件 赶紧拍卖 好 林鸿年 张伟国在西班里的大师兄 但他俩还有一层关系 搞错了 是这样 老林 石陀国再逃公主 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 男人死是一只花 男人死是一只花 被别的被别的菜 南京地方台一哥 分思遍地 一点空都不辣 不好意思啊 您写的这个我没太看清楚 我们店没有这个菜 哪个菜啊 你说你们这个店怎么这么落后呢 现在都手机点单了 他能说回到幽默峰去 连生气都不忘我梗 哪搞的素材 是不是张亮菜堂 让他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让他去卖他的麻辣烫去吧 他还是实际变脸大师 就是眼神不大好 老林平时忙于工作 和老婆的关系 已经紧张到要离婚的程度 知道为什么他老婆更生气了吗 因为 陆佳怡 从小热爱舞蹈 却有一个宋倩氏妈妈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我会害你吗 顾佳怡被逼着学了中医 成了能明镇言顺给师傅扎针 再也不怕滋血的嗨 顾大夫 顾大夫和老林斗嘴 专条废管子戳 指责他那么多年 也没回北京看望过养父 老林乘着西班图们聚会回北京 见到了他的小师弟 久别重逢的兄弟俩约好 第二天回家和老爷子拒绝 可老爷子看着家里的老照片和瓷马 一不小心出了意外 拼着最后一口气 砸了两个意留下遗言 原来老爷子是南京来的孤儿 被一个太监收养 后来老爷子又收养了同为孤儿的老林 果果遵照老人的遗嘱 和师兄一起把骨灰送去南京落叶归根 临走前 一个自称是孙元朝孙子的家伙来找果果 桌子丝合约是他爷爷租给张家的 我先老挖子窩窩的 我先盒子 盒子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家产业 这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盒子我们是一租 爸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吹什么牛啊 果果为了买下房子 努力修复两个瘾 马是前提就可行 果果拿出全部积蓄 又挪用了岳父的养老金 最后给了专家70万拍卖保证金 现在果果买不起墓地 只能当大孝子 让老爸伸手易出 我先把您一部分的玫瑰呢 进行一个降噪 算老了您的信用 然后等我这个经济危机度过以后 我再给您买完墓地 按您葬点啊 哎 你撒什么东西啊 快 撒留一脸你 你撒什么东西啊 这个白痴你怎么撒着他 你撒什么东西啊 撒留一脸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不跑不跑不跑 江藏直接申进成海藏 顾大夫这一打打上了电视 老林直播了才知道顾大夫的吃灰遭遇 还不过见缝插针 想对这位黄银女子说一句 长江大桥是我们南京市的地标建筑 请注意你的素质 也希望这位黄银女子 不要给南京市的新生的铭剑舍负 老林嘴气把顾大夫招惹到了电视台 他一边保证肯定给顾大夫讨个说法 一边安排手下策划道歉调节节目 一定要保证点击率 还有一个戏剧冲突 老林开始忽悠师姐 说自己被哥哥害得要离婚了 让哥哥给顾大夫道歉 哥哥不想道歉 但一听上节目有钱 道歉还给钱啊 钱不想那么多 都不是因为钱 我那儿就在乎钱 那哥哥真不是为了钱 给多少钱 顾大夫没想到老林竟然真的帮自己安排了盗窃 更没想到 他撒的是骨灰啊 他撒的是骨灰 他爸的骨灰 要死啊 我还吐出他爸的一个骨头 撒到你嘴里了 撒到我一脸 但顾大夫到了盗窃现场才发现 老林竟然是在利用自己做节目效果 现在要死啊 转身就走好不留情 林红莲 你过分了 嘉宜 等等 嘉宜 别碰我 老林的节目收益本来就不太行 这下直接丢了工作 他回家和顾大夫闹脾气 但在职业吵架选手面前 老林一败突击 顾大夫还要陪女儿去北京上艺考培训班 可外婆坚决反对外孙女学画画 非要老林把人喊回南京 老林赶回老本号 指挥师弟侦查顾大夫的行程 那我这不成特务了吗 这怎么叫特务呢 你做的是正义的事 对不对 那叫特工 哥哥看顾大夫被一辆兵力接走 赶紧拦住一辆私家车 司机一听他要去捉街 立马化身刮田里的茶 那你不容易啊 不得 来来来上上上上 这忙我帮了 哎哎谢谢谢谢 哥哥哥 别哭啊 这事已经想开了点了 可惜果果被顾大夫发现了 只能安排特工二号出马 张伟国的儿子 张安安 学习方式严格按照捞爸的习惯 差点把果果捞回家的爷爷给完没了 安安顺利搞到顾大夫的行程 顾大夫不想女儿的学习被打断 杀回难尽 高能输出 拖鞋 换什么换啊 过来 我正式通知你们哈 我已经辞职了 顾佳怡 你能不能顾全点大局 今天我们谈的是 林林要不要到北京学画画的事 我们俩的事可以私下单说 林林要不要到北京学画画 林林做主 我要不要到北京工作 我做主 哎呀 哎呀不行了 我装不上劲了 你不要再跟我演戏了 我给你歇满 既然这么严重的话 那我们打120好了 一趟120出来200块 郭家爷爷你心怎么这么硬啊 我就吃不了你了是吗 XXX 赵卫国这边演一传乱麻 四合院房东 要把原来200块的房租涨到3万 警察还打电话通知他 说专家是骗子 那70万没了 赶紧安装郭家翻炸APP 他岳父还要把那50万要回去 倒霉果果被迫一夜 兼职打工成了一个 阿姨 对对 秦拉阿姨 秦拉阿姨 老黎忽悠到一个大金主 要到北京去做新煤气 兄弟俩就这一碟花生米 喝出了同款八字煤 郭郭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北京吗 啊 知道 你说说 为什么 老林情到农时甚至憋出了村支书的口音 我就要争一口气 我不是想证明自己了不起 我就要告诉你我自己的东西 我一定要自己拿回来 好的 以上就是张卫国的夏天前4集的大致剧情 总的来一说 这部剧 光磊未失足 但又有编于光磊剧的其他生活剧 万万没想到这部剧里光磊和海青竟然没有演夫妻 在我心里这里啊 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而且刘亦军的角色和他近几年严肃角色很不相同 多了一点粘换和俏皮 张卫国的夏天是芒果季方剧场的剧 总共12集 每集一个小时左右 他的风格比较特别 是带着点荒诞和离谱的夸张生活剧 反转不断 让人想知道接下来的发展 比如老张家的马到底是真是假 比如饰演白富美的梅婷什么时候上线 比如林大虎又把国国写成太监的后裔来转流量 兄弟两个该何去何从等 但是年轻演员的选角我不是很买 有点接不住老西谷的戏 但是整体还是欢快的 喜欢这种风格的 可以入手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